過去蔡總統這樣子的執行的八年當中 我們執行的幾項死刑 大概有執行過兩項兩次 你在520之前還會再執行死刑嗎 我想這個目前沒有這樣的規劃 而且很多的這些死刑案 您比我還清楚嘛 現在都在等待這一個大法官的視線 為什麼執政八年卻要在4月23號 才對於大法官的視線做出答辯 而且在未來不管在7月或在9月 大法官做完事件之後呢 其實不管如何你留給了我們的新的 我們的賴總統 卻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難題 我想請問難道這些山寺敵人 你們是認為這些法官都是亂判嗎 我們台灣的名義是八成八 是認為支持還要執行死刑的 我的重點在這就是 為什麼留下這些的攤子 給我們的新任總統 你送了他38個死刑犯給他 每一個人對於死刑的看法不一樣 那每一個人的人權的保障也是很重要 而這件事情由大法官要什麼時候來做視線 是大法官他自己來做決定 我們司法獨立的情況下 我們完全尊重這一個憲法法庭 他開庭的時間 時間點的問題 而且我要特別強調 如果FACE是民進黨的一張神主派 我覺得就勇敢的把它說出來 不要以拖待變 然後把FACE的一些配套 好好的把它完整出來 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